8月26日晚,香港有示威者在黄大仙和深水部再次做出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香港警务处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震忠27日表示, 警方对示威者不负责任的行为感到极度遗憾并予以谴责。 谢震忠指出,示威活动蔓延至不同社区,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泛, 所谓的和平集会变成滋扰破坏和毫无底线的暴力冲击。 激进示威者不仅用砖头、钢珠、汽油弹等致命性武器攻击警务人员, 亦非其普通市民及记者,已远远偏离示威者口中的诉求。 他认为任何暴力行为都不应该被媒化和合理化, 亦无法被任何文明社会所接受。 我们见到示威活动已经蔓延到不同的社区, 影响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而所谓的和平集会都已经演变成滋扰和破坏的行为。 而无辜的市民亦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牵连。 这些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已经远远偏离了他们所说的诉求。 过去两个月的示威活动, 我们见到市民和平理性的游行集会已经演变成充斥着极端、激进、毫无底线的暴力冲击, 而暴力程度亦都越来越严重。 暴徒除了使用砖头、钢珠、弓箭, 更使用疑似的枪械和大量的汽油弹等等致命的武器攻击警务人员。 暴力示威者的矛头也都已经不单指向警务人员, 就连在过去几天见到有记者和无辜的市民也都受到牵连。 我们必须指出任何使用暴力和伤害他人的行为是不会被文明社会所接受的。 任何违法和暴力的行为都不可以被美化和合理化。 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祥公布, 26日晚警方在深水部的驱散活动中共拘捕两人, 包括一名19岁男子和一名涉嫌非法集结的19岁女子。 在过去几日中,警方已经拘捕11名男子两名女子共13人, 年龄介乎19至40岁, 牵涉的罪名包括非法集结、形式毁坏、藏有攻击性武器等。 针对网上对警员本月11日在新屋岭拘留中心对被捕人士滥用武力的指控, 江永祥称警方一向尊重被捕人士的权利, 被捕人士被送至拘留所后会被询问是否需要律师, 也会收到一封拘留人士通知书, 内容包括病情律师、饮食及看医生。 他强调当天有关人士的伤势都是在拘捕时造成, 并非在新屋岭拘留中心所造成, 警方也没有接获现场殴打的投诉。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